第四个赛季,勇士和骑士为球迷奉献了四次精彩的总决赛对决,尽管两支球队的实力存在差距,但双方依旧打出了很高水平的经济水准,一次次的经典瞬间令人难忘。 而说起总决赛的经典对决,在齐勇之前,又十三合一次赛季在热火马刺,零八合十年的胡人绿军,相信很多球迷对这几次经典的总决赛对决仍记忆犹新,师徒时间倒回到09-10赛季,胡人在科比的率领下,取得了57胜25副西部第一的战绩,球队在上赛期总决赛季败魔术斩获总冠军,毫无疑问, 是投证胜的胡人质在外面,球队基本保留了上赛季的夺冠阵容。 瓷士平、加索尔、拜纳姆和奥多姆等都处于一个非常高的竞技状态,而当下球星科比更是处于生涯巅峰,两大得分手忽然在季后赛首轮对阵雷霆。 彼时的杜兰特已经逐渐成长辈联盟的超级得分手,队里还有威少、哈登和伊巴卡,但当时的他们还远没有如今这般强大,但这些潜力股还是给胡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 最终,今夜老大的胡人以4-2的大比分淘汰对手,科比场军贡献23.5分、4.3助攻和4.0篮板。 杜兰特场军得到25分和7.7篮板,半决赛对詹德龙和布泽尔领衔的结势,状态正佳的胡人以4-0的总比分横扫对手。 科比场军得分上升至32,外加5.8次助攻,加索尔场军也有23.5分和14.5篮板进战,西部决赛。 胡人对阵了对手太阳,后者在半决赛4-0横扫了次,彼时的科比已经完全找到了状态。 他场军砍下33.7分7.2篮板和8.3助攻,命中率高达52.1%,三分球命中率43.2%,最终,胡人4-2立刻对手,连续三年挺进总决赛。 独热闹总决赛对手,又是凯尔特人,绿军在东部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。 两支球队是隔一年再次相遇,双方的主力球员没有什么改变,彼此可谓是知根知底,胜负一切取决于球员的临场发挥。 完全杀红眼的科比在第一场就砍下了30分级篮板和6助攻,胡人取得开门红。 小家第二场,雷阿伦命中8-3分爆凯分12分,科比和加索尔联手贡献46分,绿军课程扳回一城。 此后,在三巨头的带领下,绿军取得了3-2的大比分领先,胡人命学一线。 关键的第六场,胡人全民皆兵,以89-67大胜对手,科比砍下26分和11篮板,想去大战,胡人几乎整场被对手压制。 直到第四节,他们采反过进来,此时的科比可能过于复仇心切,在投篮手感不佳的情况下通过到大规平平获得罚球。 最后关键时刻,他助攻磁士平投进至胜3分,最终4分险胜对手。 皮克七场比赛下来,科比场均得到28.6分和8.0篮板,相比于2008年,科比似乎找到了如何应对绿军铁血防守的办法,反观凯尔特人大将皮尔·斯。 整个系列赛他场均值得18分,在与科比的对类中,完全处于了下风。 夫妻